大家好 我是那个吉林长春居家隔离 每日生活费 连十月钱都拿不出来的那个女人 现在负债一百万 你要问我负债怎么来的 我告诉你 就是买房子 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19年疫情前买的 历史最高价是买的 本想和老公还年轻 当时我们俩一个月也能赚一万多 经过这几年的积赞 去了首付款 每个月还贷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谁知道 刚买完多久 疫情它就来了 我们单位也不景气 我失业了 老公是做业务的 世上不好 他的业绩也就不好 我们家俩孩子 就这样 我们现在 每个月 基本都是靠信用卡活着 现在上升这种情况 今天已经隔离第十二天了 没有收入的十二天 每月房贷四千五 这个时候要是把房子卖了 坐地就是赔钱 再说现在根本就没有人买 现在我和老公都待业在家 单位也不给开工资 你说我这十月的生活费哪弄去 我真想断供 真不想还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成年人的事情 太难了 没有人买的 坐下来 我和老公都说 对我做一个 我给你做一个 我去做一个 感谢观看